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张宗的军臣虽然对南宋的战争当中起胜 又讹取了南宋不少银链 但当时 金国在南北两县里频繁出兵 军费开支非常大 已经开始使金国的财政有捉襟见肘之久 那么作为一国之军 当时的金国皇帝金张宗 他能使这个金国的财政扭亏为盈吗 面对内忧外患 他是化腐朽为神奇呢 还是让金国继续脱入那种万劫不复的深渊呢 细说金张宗之前呢 还是提醒大家 多发弹幕咱们多多交流 金张宗完颜井小名马达葛 他是金世宗完颜庸的孙子 他父亲万颜永宫 本来是金世宗太子 但得病早死了 被追逝为金显宗 在万颜永宫死后的第二年 金世宗就任命 自己的孙子为上书又丞相 就把他立为皇太孙了 大定29年 就公元1189年正月魁四日 金世宗驾崩 万颜井就在当天灵旧前继位 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金张宗 转年呢 金国改年号为明昌 金张宗 他的青少年时代呢 就生长于他祖父金世宗执政的大定之志 这一时期 从小就对他祖父的文桃武略耳濡目染 而且他本人一直就是被那些素儒教诲着 因此他对于儒家文化绝对是融会贯通 他继位之后呢 就极力效法前世的 那北魏孝文帝那种全盘的汉化改革 对于他爷爷金世宗时期的那种女真民族本位主义呢 实际上他就没有再继承了 在他手中呢 就实现了女真族的彻底封建化 金张宗这个人的聪慧好学 喜好文学 崇尚儒雅 因此他在位期间 那些执政大臣绝对都是些文才斐然的大卢 可以说是政治清明 文质灿然 因此金张宗当政了 应该也是金朝最繁荣兴盛的时期 由于经济持续发展 人口也不断增长 府库充实 天下富庶 那么根据金张宗太和六年 就公元1206年当时人口统计呢 金国总人口数已经超过5600万了 我们要知道秦汉盛唐最盛之时 全国的人口总数也就是和这个数字不相上下 明君不常有 盛世不多见 金张宗呢 绝对说是生在了一个好时代了 那么手握一把好牌的金张宗 它能够延续金朝的一种繁荣昌盛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通常你手握一手好牌 最后呢 这个人都会把好的这个牌给打烂 这大概也是一个魔咒 这个魔咒呢 在金张宗身上延免不了应验 金张宗它在位的后期呢 经过的中原地区 什么水汗蝗灾 频频发生 而且呢 还发生了黄河三次大决堤 两岸农民是流离失所 中原农业遭到严重破坏 使得中央财税大受影响 就严重损害了当时金朝的经济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呢 南宋全臣寒陀咒呢 看到金朝国力开始衰退 匆忙北伐 结果呢 一派涂涂 最后呢 宋金双方又签订合议了 宋国呢 尊金国为博 增加每年税币呢 至银三十万两 捐三十万匹 而且呢 还当时被迫向金国交纳了 靠军钱三百万两 金国在当时 虽然是从南宋这边占了便宜了 但他国境的北方啊 蒙古那些部落忽然兴起了 金章中呢 也曾派兵到蒙古部落实行那种检丁政策 又是蒙古这些各部相互残杀 最终呢 收效不大 而且呢 成吉思汗还趁机统一了蒙古驻部 等于就成为金国最后的掘墓人 身为太平天子 金章中本人呢 生活非常奢靡 金国的官僚机构呢 也越来越膨胀 金国官员的数额 这个时候 比他祖父金世宗在世的时候 已经激增了三倍 加上当时赈灾啊 核房啊 包括军费支出 金国的财政是越来越窘迫 为了弥补这种财政亏空 金国当时就开始滥发交钞 造成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 金章中本人警 他后期的时候 一万贯交钞 只能买一个烧饼 等他崩市两年之后呢 有一次金国给一部分军队发军费 竟然动用了84辆大车 来运什么呢 运那交钞 可见当时的钱已经贬值到什么地步 金章中晚年呢 宠爱他的妃子李诗尔 又信用李诗尔两个兄弟 这些李氏外戚 还任用呢 一个京童出身的 这个叫旭池国的管理国政 这个人完全没有本事 于是呢 这些人相互勾结 在朝中呢 盈利干政 使得金章中后期政治越来越黑暗 那么这位美人李诗尔 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就是当时让金章中对他如此宠爱呢 哎 这个人啊 貌美如花 声音轻亮 金国宫中一直有一个规定 每年呢 都会选清纯的少女入宫当宫女 然后呢 在这些漂亮女孩当中 选起更加聪明伶俐的这些女孩呢 在宫内接受教育 然后再在这些人当中 幽中选优 给这个皇帝呢 充当这个妃子 在宫廷内部教这些宫女读书 那么作为老师呢 就会用青纱作为屏障 与这个受教这些宫女啊 隔开 男女受受不亲嘛 在金章中的时候呢 在金国宫中教宫女读书的老师 最有名的一位是谁呢 叫张健 他当时的官职呢 是汉林文字 有一天呢 这位张健 张老师 正在给这些宫女们上课 当时金章中的皇帝呢 哎 自己就来了 就询问 这批宫女当中哪位比较出众啊 由于老师和这些宫女之间啊 一直隔着这个围障 因此张健啊 他这些学生他是没见过面的 但当时他就回答说 这件当中那个声音清亮的 最值得一教 而后呢 张健啊 就趁机问了一个问题 马上就有一个清脆悦耳的声音呢 呵 银铃一般 飘过这个青纱 金声玉震 这个声音呢 就传到了金章中的耳中 他马上被这声音吸引了 而且声音太好听了 然后呢 就换出这女子呢出来面君 结果呢 一见大喜 不仅声音好听 长得更是花容月貌 这个女子呢就是李诗尔 从此这位美女就变成了金章中最宠爱的美人 金章中呢又在宫内 专门为这位李飞修建了一个梳妆台 但这个梳妆台不是咱们像显然一个木头梳妆台 不是的 而是一个高台建筑 梳妆台修好之后呢 金章中就经常拉这个李诗尔 在这个高台之上呢观赏这个月亮 有一天呢张宗皇帝摟着个李诗尔 然后看着月亮随口演出上联 二人土上座 李诗尔呢马上朗声应对 一月日编鸣 你看南华女爱 绝对是千古绝对 从这样的技术就可以想见 这位李诗尔呢不仅相貌 长得非常好看 善解风情 而且呢惠结过人 通文十字 你看人诗词歌赋 无诗字宫 金章中呢自然对这位李美人李诗尔呢 非常爱兴 爱屋即屋 这李美人的父亲呢 被追赠为金子光露大夫 上驻国隆兮进宫 他两个哥哥呢 马上都提拔进入中央 成为金章中的晋士 哥儿俩全请朝野 金章中自从他的皇后 亲怀皇后去世之后呢 他的皇后的位置呢 一直是空的 这个时候他就特别想立这个李诗尔为皇后 但我们要知道金朝啊 先前所有的皇后呢 都出自什么唐阔呀 傅察呀 图丹 这几个大家族 这几个都是女真的名门望族 李诗尔呢出身寒微 又是汉族 因此呢好多宗旨大臣都反对 说怎么能立一个不是我们女真族的 这样的一个女人当皇后呢 金章中皇帝毕竟是个明君 只好做出样部 然后呢封李诗尔为原妃 但真正在内宫呢 李诗尔就是实际上的皇后 金章中这个人挺好 但他儿子特别少 先前他那秦桓皇后啊 普查氏包括其他的嫔妃 也给他生过几个皇子 但那几个小孩呢 年幼的时候都病死了 结果临姓李诗尔之后 这美人竟然还怀上龙肿了 张宗皇帝当时欣喜若狂 这小孩刚刚满月 就把他家封为葛王 就准备马上就封为皇太子 谁料想呢 这个小孩在两岁的时候得病就死了 就使得张宗皇帝和当时李诗尔痛不欲生 那么金章宗这么宠信的李诗尔 就是因为他好看吗 就是因为他声音好听吗 也不是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当时的高度汉化 跟这个有关系 那李诗尔呢 李诗尔诗词歌父样样精通 所以说金章宗特别喜欢他 金章宗完颜景 他自幼接受女真文化和恨安化的双语教育 作为金世宗的皇太孙 他和祖父能够用女真语交谈 他也能用那个女真语写那个女真文字 由此才得到他爷爷金世宗的青睐 同时呢 金章宗又是金朝这些皇帝当中 汉化最深的皇帝 女真族的全面幻化 最终是在他手中实现的 他在位期间呢 就和南边的宋朝一样 非常尊崇孔子 而且下令把金国国那些什么曲服的孔子庙学 都施以雕龙画风 极其壮观 而且他还下诏全国的州县修建孔庙 而且呢 还要手下那些大臣啊 那些老百姓啊 都要像币帝王明慧一样 币这个孔子的明慧 同时呢 金章宗还在金国国内完善了科举制度 增设科举的这个博学洪茨科 以至于当时金国国内如风大盛 此外呢 他还派大臣参考唐宋的严格 密定礼乐 健全礼制 开始祭祀三皇五帝 还有呢 玉汤文武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 金国啊 已经是继承了汉族的王统 文恩景还特别下诏 禁止在金国称女真人藩 他本人呢 也婉然变成了一位汉家天子 多年在宫内呢 金章宗还雅号汉族世人的一些书画作品 他本人呢 就是一位大文学家 大书法家 大书画家 他有一首《宫宫绝剧》 写的特别好 五云金碧拱朝霞 楼阁征荣弟子家 三十六宫廉晋卷 东方无处不洋化 意境宏大 用词弥念 绝对是帝王气魄 特别是他的书法 学了一首《唯妙唯孝》《宋徽宗寿经》 他学宋徽宗这个寿经体 向到什么地步呢 后人都难分彼此 我们要知道 现在藏在大英博物馆的 就是有一幅顾海之的《女史真图》 这《女史真图》呢 是宋代的模本 在图鉴左端呢 输用《女史真》 这整个的这个内容 明清以来 几乎所有的话谱都认定 那《女史真》那些字 是宋徽宗自己写的 到后来呢 有个日本学者 叫外山君志 他研究的特系 他仔细辨认之后 认为这些寿经体的书法 是出自金章宗完颜景之手 为什么呢 因为文中那宫字缺语 金章宗为了避他父亲 完颜景宫的名讳 所以说写到那个宫的时候 才缺语 如果这些字是宋徽宗写的 这个公字呢 跟他不可能有名讳的那种避讳 他不可能缺语 我们要知道 宋徽宗的寿经体特别难学 特别难写 金章宗呢 竟能把这种笔体 学的是神兴兼备 为此呢 元朝那文人 一个大学院家陶宗仪就说过 自古帝王之言者五人 唐玄宗 后唐庄宗 南唐后主 宋徽宗 金章宗 金章宗太和八年 就公元1208年 章宗皇帝呢 开始得了重病 这个时候呢 他的这个接班儿子呢 还是一个都没有 当时在金国的宫殿内呢 有两个成语 成语也就是嫔妃的一个号吧 一个姓贾 一个姓范 这两个美人呢 都怀孕了 只可惜 金章宗已经等不到 他们临盆生子那个时刻了 重病之际的金章宗 就特别矛盾了 于是呢 他就把这个魏王 蜿元永继叫过来 蜿元永继是谁呢 蜿元永继是金章宗的叔叔伴 金章宗呢 一直十分敬重这个叔叔 就有意啊 让他啊 接任自己的地位 魏王蜿元永继当时一听啊 当时又惊又怕 跪在那里坚词 不肯领命 金章宗呢 当时也是流泪污液 非常感慨的说 叔父不欲做祖人 聚欲去耶 当时呢 那美人李诗尔 也在金章宗身边 他当时也是心如刀割 就劝皇帝 此非清言者 什么意思呢 这种立储君的大事 哪能这样轻易就说出来呢 哀到当年年底 金章宗实在不行了 陷入弥留之际 李诗尔呢 一看没办法了 就和宫内的患者 这个一起 招当时的篇章 完颜旷 共议大事 完颜旷这个人呢 原本是金章宗父亲的士徒 也是金章宗多年来最亲近的重臣 他也同意立这个魏王完颜旷 但这个金章宗临死之前呢 似乎还有遗恨 就留下遗嘱 说什么呢 镇内宫有二人现在怀孕 如其中一个生男 当立为楚二 如二人都生男孩 则可立者立之 如此一来呢 这篇遗嘱 等于就把接替自己皇位的魏王 完颜旷 当成一个皇帝临死公了 对这个遗嘱 对完颜旷 他能服气吗 果不其然 魏王完颜旷继位之后 他那不厚道的一面就显现出来了 他又和那个弯颜旷定谋 诛杀了李诗尔和他两个兄弟 然后呢 又杀掉那马上要临盘的金章宗妃子贾氏 接着呢又强行 另外一个已经怀了孕了 要伤害孩子 那个范氏堕胎 堕胎之后 逼这个范氏落发当尼姑 那么弯元永继和那弯颜旷 杀那美人李诗尔的名义是什么呢 就无称他和一个叫李欣喜的患者 说他们两个人合谋 诈成工人怀孕伪造皇寺 欲图篡夺大金的设计 实际上呢如果我们看金章宗的遗祖 他那两个美人怀孕 绝对是白纸黑字 写在诏书上的 根本就不是李诗尔他自己伪造 可惜这位金章宗的索托妃人 还是被他这位皇叔啊 一直以来那种假厚道那种假象给骗了 但最终还是怪金章宗自己 你说他自己卖儿子 你既是选接班人 也要像南宋皇帝那样从自己的同辈 或者下一辈当中去选 怎么有可能 你把自己的叔叔辈的这样的一个人 让他接替自己的地位呢 金章宗死后 万元永继继位 那么这个第二年要改元了 大安元年 就公元一二零九年正月 金国朝廷呢 就要给这个死去的金章宗上嗜号 还挺好 献天光运 人文义武 神圣英孝皇帝 妙号张宗 把他仗在道陵 接替金章宗皇位的蜿蜒勇气 这个人呢自肉就懦弱 平庸无能 但先前他在金章宗和金章宗两朝呢 都表现出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 根据金史记载 魏王长身美虚然 天资简约 不好华视 所以说这老小伙子长得还挺好 长身玉立 一脸秀美的虚然 而且呢 一直给外人觉得这人挺朴素的 也不好什么乔装打扮 也不穿那些奢侈的那些衣服 万元永继继了地位之后呢 他就马上立他自己的儿子 做王蜿蜒客为皇太子 蜿蜒勇继继位的时候 金国这个时候确实是内忧外患 早在太和六年 就公元1206年 那铁木真已经统一了蒙古驻部了 建立大蒙古国了 重称成吉思汗 铁木真在先前呢 他还曾经携带过大批礼物呢 到过金国都城入贡 而且他还见到过 当时还是王爷这个蜿蜒勇继 那么金章宗死后 他成吉思汗听说 蜿蜒勇继继位当皇帝了 就非常蔑视 他说什么呢 我以前以为中元的皇帝 都是天上的神人一般的人物 哪里知道 如今这样的雍末之辈 也能够当皇帝 他不屑之情 异于言表 后来呢 成吉思汗铁木真了 就出兵进宫 当时陈属金国那西夏 西夏当时是向金国求援 蜿蜒勇继呢 他作为宗主国皇帝 他竟然是做事不救 为此呢 西夏就不得不向蒙古屈服 成吉思汗手下 那个蒙古兵马 就越来越强盛 大安三年 就公元121年春天 蒙古部族呢 就准备入宫 这个时候的蜿蜒勇继呢 他作为金国皇帝 还在尽头上来了 他就想趁机 把这势头正盛的 蒙古部族那些头目 全部杀掉 暗中就派遣 暗中就派遣重兵 奔平山后 就想等蒙古入宫的一些 酋长贵神进场的时候 把这人全部袭杀 不料想 本来臣服于金朝的 一些丢军将军当中 有人就给蒙古人通通报信 最终呢 万岩永继的计策就没有实施 没有实施 这也算了 这个事被成吉思汗铁木真知道之后呢 他心中就种下了更大的仇怨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 而金国的国事软发展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你所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宋朝贵粉不能吃 北宋的时候啊 唐代那种农妆啊 已经一去不复吧 但啊自然那种薄妆和素妆 成为当时人家美女化妆的主流 薄湿朱色 面透微红 哎 这就是宋朝女子滋滋以求的那种高级妆容感 宋朝呢 有两大主流的粉底 宋代的美女呢 如果想自己拥有特别好的一种妆容 肯定也要需要好粉底 宋朝呢 有两大主流的粉底 一是米粉 第二是铅粉 尤其是铅粉 你只要擦的好 其他的化妆步骤都能省了 司马光就曾经写到 宝季松松软旧 铅花淡淡装成 那么宋朝最好的这粉底 这铅粉产自哪呢 产自广西 当时就叫桂粉 这桂粉不是桂林米粉 不是吃的 是往里面擦的 那么南宋的大文学家范成大 还写过呢 一本专门介绍广西风俗的 这个书 叫什么 叫《桂海御行志》 其中呢 关于铅粉的描述呢 有这么一句话 铅粉 贵州所作最有名 为之贵粉 其粉以黑铅 着糟旺演化之 贵州 宋代的贵州 就是指现在的贵林 那么在北宋时期呢 是广南西路的治所 广西自古以来 就是国家非常重要的 有色金属产地 贵粉呢 更是宋朝的 持名商标 传说这贵粉啊 最早是这个 广西那些山里的僧人 把他们做出来 由于品质好呢 就慢慢成了 家喻户晓的爆款分店 而当地的好多僧人 也因此报复 那么当地政府机构 知道这个东西 还能赚钱之后呢 等于是把这个 专门的经营权给收走 每年获利呢 还挺多 多达两万民 此后呢 陈州和邵州 那些地方也 纷纷制造了千粉 而且分别 也起名为陈粉和邵粉 到了明朝呢 李世珍在 《本草纲目》当中 就认为陈州生产的 千粉是最好的 陈州啊 还真不在这个 广西 它是在湖南 跟广西还挺近的 有人就认为 这陈粉啊 能得到当时李世珍的 这个肯定和推广 左奥是因为什么呢 当初那些 在广西制造千粉的僧人啊 慢慢慢慢 后来又迁迁到这个湖南 他们也继续 这个推出 这样的这种分别 当然了 千粉这种东西 虽然说你化妆的时候 有美白效果 但是呢 其中还有好多重金属 长期使用呢 这皮肤会发青发黄 当时的商人们 就注意到 所以宋朝商人 也制造那种玉女桃花粉 什么用石膏啊 滑石啊 泵粉啊 蜡纸啊 什么摄像啊 一亩草等等吧 这些材料调和呃成 对外号称什么呢 能去风刺滑肌肉 消斑鞍 助滋容 具体真实的效果 到底怎么样 那只能问宋朝那些美女啊 梅艺说中国史 说点你不知道的事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上一集说到呢 湾元永济继位之后 实际上金国边境地区 蒙古部族的势力日益强大 期间呢 这湾元永济还想把这个 铁木针啊什么那些人 那些酋长都想趁机一网打尽 结果呢 这计划也没能实施 成吉思汗呢 也就是铁木针啊非常恼怒 从此之后啊 就不再向金国进贡 反而呢 对金国先发制人 正式起兵攻打 在蒙古军队强大的攻势面前呢 湾元永济军臣 束手无策 竟然啊 在朝堂之上相对哭泣 我们想一想 你说无能已经无能到这种地步 确实啊令我们非常感慨 可以想见 这个湾元永济啊 肯定不是一个有魄力的帝王 那么他的下场如何呢 还有我们这一集会仔细说 仔细说这个白云影迹之前呢 还是提醒大家 多发弹幕 多和梅老师交流 梅老师每期之后呢 会有一个彩蛋 附送给大家 金国的大安四年 就公元一二一二年 成吉思汗率领大军 再次亲征金国 蒙古军队还一度把 金国的西京大同府给包围了 同年呢 金国国内 七丹部族耶律刘歌率兵返金 几个月之间就发展到十多万人 不久之后呢 这耶律刘歌哎又向蒙古部族表示头富了 而后呢这位耶律刘歌率领手下的这个七丹人马吧 又在迪吉脑儿把金国部队打得大败 迪吉脑儿在哪呢 就在今天的遥宁昌土附近 至此呢 金国的处境是越来越不妙了 至元元年就公元一二一三年八月 成吉思汗呢 又率领蒙古大军逼近中东 这个时候啊 负责防守中都北面的金国大臣是谁呢 又副元帅胡沙虎 在两年前啊 蒙古军队南下的时候 那胡沙虎啊 曾经临阵脱逃 他把那西京啊 他就给丢弃了 西京就是今天山西省大同了 逃回中都 胡沙虎逃回之后呢 当时那皇帝湾安永继 竟然对他没有治罪 依旧重用他 委任他为大将 而当这一次蒙古大军逼近中都之时呢 胡沙虎依旧是带领手下 天天打猎 根本就不管啊 如何防务什么这些事 皇帝湾安永继呢 知道这个消息挺生气的 就派遣使者到军营 言辞督促 哎 惹得胡沙虎恼羞成怒 当时胡沙虎正在喂药子 哎 马上他大声就对那使者说 我胡沙虎向来是我心我素 谁想干涉我 哎 这只药子就是下场 说着话呢 他把手中的药子摔死在当地 这时候胡沙虎呢 已经是凶向毕露了 实际上已经显露出 他要谋反的这样的端倪 万恩永继派出的使者回宫之后呢 不敢怠慢 马上把刚才胡沙虎 当那个言行一五一十 加上汇报 谁料想呢 作为皇帝的万恩永继呢 竟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按理说你说一大臣一大将 敢对皇帝的使者如此无礼 你既是不把他杀了 也得把他直误陷了吧 没有 万恩永继是什么事都没干 看到都城内 金国的皇帝软弱可欺 都城外面也有蒙古大军 手握重兵的胡沙虎 就觉得有机可乘 就更坚定了 他当时谋反弑君的决心 经过一系列的密谋至宁元年 八月二十五号前天晚上 就是公元一二一三年了 胡沙虎兵分两路 开进中都城 一路呢进攻张义门 一路呢攻打通悬门 胡沙虎本人呢 还率领人马 先骗开了这个大城的城门 射击还杀死了守城的左副元帅 图丹南平 还有他儿子 当时任刑部侍郎图丹莫烈 然后呢把这野野的部队呢 还收归给己有 接着呢他就率领人马包围皇宫 到东华门呢 胡沙虎就命手下军士放火烧 刹那之间烈火腾空 东华门就变成了一片火海 宫内守门的军士见势不妙 愤愤逃跑 胡沙虎这个时候命人搬来那高大的云梯 而后呢他要命令他两个亲随护卫 协列起 还有春三 让这两个人呢 还从云梯上翻进宫城之内 然后呢把那大锁给砸开了 得出从背面 把东华门给打开了 由此呢 胡沙虎率领人马一拥而入 马上把那禁卫军全部解散 全部换上他自己的清兵 我们可以想见 宫墙监后 宫门紧锁 而身为皇帝万言勇记 当时竟然连脸都不敢露一下 可见这个人懦弄到什么地步 这个时候如果他以皇帝之军 但凡他能够登到城门楼登高一呼 向那禁卫军或者是胡沙虎手下的兵士们喊话 逆转行事啊 绝对有99%的可能性 可惜呢没有如果 万言勇记也就永远错失了翻盘的机会 那么迎接他的到底是怎样的命运呢 胡沙虎入宫之后 自称坚国大元帅 要求礼部令使张毫礼 为他马上铸造一颗坚国元帅这样大印 张毫礼呢是个坚国的汉人官员 还挺倔强 马上回答 非法铸印实难从命 要杀要剐将军请便 胡沙虎呢也拿张毫礼没办法 只好把他赶了出去 既然把这个皇帝万言勇记给活捉了 那么到了第二天早上呢 胡沙虎就派清兵 把这位皇帝赶出宫门 把他押送到哪呢 他原先的魏王王府软禁起来 然后呢 胡沙虎立刻派宫内的黄门官到内宫 去取皇帝玉玺 黄门官到存放玉玺的房间一看呢 护玺的郑夫人正坐在玉玺旁边 于是呢 黄门官患者就向郑夫人说明来意了 别看郑夫人是一位女流 但人家义正词言 把胡沙虎就痛骂了一顿 黄门官不敢抢啊 赶紧回去向胡沙虎报告 胡沙虎气势汹汹 自己亲自来到郑夫人所在的店内 结果呢 郑夫人冷眼看了他一眼 端坐不动 胡沙虎脑羞成怒 他自己就要上前抢 结果郑夫人猛然站起 双手高举一袭 立声说道 如果你再往前走一步 我就把玉玺砸碎 让你什么也得不到 胡沙虎呢也是一只老虎 你看 如今他竟被 这位女流之被郑夫人给吓住了 他也不敢往前走了 也不敢抢 无奈之余 胡沙虎就命为完 在宫中搜出另外一颗印 刻有宣命之宝的金印 而后呢 他就假传皇帝圣旨 这金印一干 先把他 还是他自己手下几十个同党 全部封了高官 由此就掌握了金国的内外大权 接下来呢 那万元永济呢也就没用了 他就派患者李思忠到魏少王王府 然后呢 把这个万元永济摁在那里灌毒酒 等于就把这金国的皇帝万元永济给堵死 金国的魏王万元永济呢做了五年皇帝 就被那叛臣胡沙虎给废杀了 后来金宣宗继位 还把这个魏王万元永济 降为东海郡侯 四年之后呢 又把他追世为邵王 所以说这个魏少王 虽然实际上他是当了五年的金国皇帝 但在金国呢 他一直没有皇帝的魏号 还不是金国的什么这个宗那个宗 当时和后人呢 都以魏少王这三个字来称呼他 金宣宗时代呢 又把魏少王时代 所有的实录啊 取缉柱啊 这些重要的文件都给销毁了 因此金国万元永济 他在位的五年 几乎呢 就是金国历史的五年空白 这个魏少王万元永济呢 要说起这个人 你说他厚道吗 不厚道 当年他的侄子金章宗 把自己的地位都传给他了 结果呢 他把人两个姨父子都给杀死了 把侄子的这个几个美人呢 该废的废该杀的杀 所以说呢挺不厚道 但你要说魏少王万元永济 这人多坏 也坏不到哪里去 曾经在他手下干事的 有个叫贾一千的这个大臣 说过这样的话 知魏王者莫如我 魏王为人勤俭 慎兮名气 教习行事 忠才不及者多矣 五知此耳 但魏少王万元永济这样的人品呢 相对于 最后国家都被人窜了 自己的地位也被人废了 所以这点人品还真算不上什么 魏少王万元永济被杀了 那么杀了他 又夺了皇帝经验的胡沙虎 又想干什么呢 杀掉万元永济之后啊 胡沙虎本来打算自己登基做皇帝 但当皇帝毕竟是大事 他自己也犹豫 就亲自到当时的尚书又丞相 叫图丹义的 这个大臣家里去探论 想听听这位 当时声望极高的大臣 他怎么想 图丹义当时一点都不害怕 非常从容 就对胡沙虎说了 金国皇帝一来都是了万元事来做 现在你杀了皇帝 取而代之 天下人绝对不会同意 如果天下人都来反对你 这皇帝能当长吗 一我所见 义王是张宗皇帝的兄弟 险宗皇帝庶长子 险宗皇帝就是金张宗的生父 他没登基就病死了吗 被追逝为险宗皇帝 所以说这义王众望所归 元帅您应该彻立他为帝 可敌万事功劳 胡沙虎思来想去 也觉得自己当皇帝这事没谱 于是帅领手下一帮人 到张德盈利当时的义王 腕延巡 这个就是日后的金宣宗 金宣宗继位之后 毕竟胡沙虎拥立自己有功 封得为太师 尚书令 都元帅 还兼修国使 封得为责王 朝堂之上 为了证明自己 杀掉了卫少王有功 胡沙虎当时还请金宣宗 就说了陛下 你要废这个万元永继为庶人 为了名正言顺 胡沙虎还召集了三百多朝臣 还商量这事儿 就在当时太子少父 奥屯忠孝 仕途学士 普查斯忠这些人 都支持胡沙虎 就认为万元永继败坏金国 应该把他废为庶人 但户部尚书五都 包括十一 田廷坊 等三十多个朝臣 就主张把万元永继 降为王侯 刚刚登基的金宣宗 等于也是个傀儡 没办法 因此他就把万元永继 降为东海郡侯 一直到后来 胡沙虎卫沙之后 金宣宗才下诏 追封万元永继为卫王 给他一个嗜号叫少 所以说呢 我们日后才称这个万元永继 为卫少王 金国皇族 至此呢 经历了一场大的风波 最终呢 帝位还是回归到万元氏的手中 总算是有惊无险 那么这样的幸运 还能继续延续下去吗 金国这边呢 皇帝化了 蒙古军队呢 还是不停来攻 当时呢 金国的元帅右肩军 叫束虎高齐 这个人是屡战屡败 在都城附近不停打败仗 身一全臣的胡沙虎呢 就派人警告他 你连迟败仗 如再战不胜 军法从事 结果呢 束虎高齐又一次出战 又败了 得知消息之后 胡沙虎当时养哈切齿 对左洋人讲 哎 束虎高齐 这小子马上要处理他 束虎高齐呢 这个时候就跟先天的胡沙虎一样 也害怕自己被杀 但他手下呢 毕竟有兵 于是忽然领兵入京 一下子就把胡沙虎的家给包围了 对此胡沙虎是完全没有任何杠备 结果大刀一闪 人头落地 束虎高齐就把胡沙虎给杀了 然后呢 他提着胡沙虎的脑袋 哎 到朝廷上来 还表示请罪 金宣宗生殿一看 哎 这事也不错 反正这个胡沙虎也不是什么好人 马上下诏赦 赦免束虎高齐 还任命他为左副元帅 为了安慰束虎高齐手下人马 当时和他一起 杀这胡沙虎那些将士呢 也都各有风赏 金国这阵到了金宣宗时代 实际上他的国事是江河日下 从前在马上勃勃英气的女真人 在蒙古人的铁蹄声中 只有颤抖的份儿了 汉话呢 不仅改变他们生活方式 最可悲的 让这些从前的马上民族 变成了一群只知偷安享乐的 仗了一群不隆不类的人 住居中原之后呢 从前忍饥耐可这个女真战士 渐然花风 金室宗时代呢 相当多的女真人 不仅完全改变了原有的民族习性 甚至呢 他们自己主动改汉性 和汉人相互通婚 因此呢 就在蒙古人的征服过程当中 女真人已经被算在汉人类别当中了 而且我们看《金史国瑜节》 当中已经记载了下面这些女真性 改为汉性的例子 汉性约王 乌古论约商 何时列约高 图丹约度 女希列约郎 乌岩约朱 苦茶约礼 拖展约张 温迪汉约温 石抹约萧 奥屯约曹 伯树鲁约鲁 伊拉约流 沃勒约实 纳拉约康 加骨约铜 培满约麻 尼满骨约鱼 沃准约赵 阿奥约雷 阿里坎约河 温敦约空 乌鲁约慧 抹言约梦 都列约强 散搭约落 赫帕约田 乌林达约菜 苦散约林 树虎约董 古里甲约汪 金国人在当初把北宋灭了 就怕中原汉人有二心 多次从东北把女真人大量移民到中原地区 人数多达几百万 当时他们是以优等民族自居 坚实汉人 同时呢 关内的汉人也大量被迁到东北地区 也有七十多万户 本来的金朝统治者呢 一直是以采访的心态 对待汉族和其他民族 但最终呢 女真上层贵族自己 全部淹没于民族融合的滚滚大潮之中 那么汉化的道路对于女真族而言 到底是对是错呢 历史最终将会给出答案 与同时代的其他民族相比呢 金朝的汉化速度特别快 大致来讲呢 金朝的民族融合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呢 大概就是1115年到1150年 灭辽灭北宋之后呢 金国上层 愤愤改取汉姓汉名 特别是迁到中原之后呢 女真人在服饰饮食方面 还逐渐汉化了 政治制度方面就不用说了 公元1265年的金太宗 已经是逐步改善国际列制度 到了万元亮的时候 金国政权已经完全汉化了 第二个时期呢 就1150年到1208年这个时间段 以金章宗崩世为结束 随着租殿制啊这些普遍的载用 金国国内啊 那汉族和女真之间的民族冲突呢 基本上就越来越少 女真人已经全然接受儒家文化了 两族之间大量通婚 汉文化越来越普及 女真贵族上层啊都已经是啊 那些具有高度汉化修养的上等人了 金世宗的太子万恩永公 甚至他自己都不怎么会讲女真话 为了当时哄得父亲金世宗高兴 他才让他自己的儿子 就日后的金章宗学习女真语 第三个时期呢 就指公元1208年 直到公元1234年金朝灭亡这段时间 就在这一时间内呢 金朝统治者啊 连阻止全藩汉化行政命令都懒得发布了 在经过这样一个净土辽阔的多民族国土之内呢 汉语就成为第一语言了 为此呢 南宋有个初始的大臣许康宗就写道 自黄荣府六十里 至拓沙伯锦寨 为契丹东寨 当契丹强盛时 裸异国人则千锡杂处于此 南有渤海 北有铁梨土玉魂 东南有高丽莫赫 东有女真士伟 北有鸟舍 西北有契丹回湖党向 西南有西 故此地砸祝国俗 凡聚会处 祝国人言语不通晓 则可以汉语为正 方能辨知 在这样的情势下呢 经过这个后期晚期 中安地区女真人 基本上只会讲汉语 到金张荣时代呢 不少女真人 竟然称他们本民族的女真语为藩语 我们要知道这种称呼 有一种贬低的这样的意思在里头 如此呢 岁月千言 等到蒙古人收拾中原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 这广大地区居住了 他们契丹啊 女真啊 西人啊 汉人啊 无论是语言文化服装生活习俗 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 由此呢 蒙古人就不再按原来那个族群细分了 把所有这些人都通称为汉人 从这种现象呢也可以见出我们汉文明是当时最高级的文明 而民族融合呢也是我们中华国家的这种最终的趋势 你所不知道的宋辽金夏小知识 金国的国宴是如何衰落的呢 我们要知道 金国啊 在金世宗 金章宗当皇帝时期啊 宫廷宴活动快速发展 金世宗皇帝 万安庸呢 本来是在万安亮死之后当皇帝的 他也是金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也是金代呢 这个当时和后世评价最高的皇帝 人称小饶顺 金世宗继位之后呢 在政治上和西夏南宋高丽等政权呢 积极开展和平外交 保持国内外政治局势的伟定 经济上呢 积极这个发展农业经济鼓励生产 理智文化方面 就进一步学习中原王朝的先进理智 把金朝这个礼仪制度啊 做进一步完善 因此呢 在这个金世宗啊 金章宗这两个皇帝在位期间呢 金国的政局非常多 国家呢也非常富庶 金朝宫廷宴活动也蓬勃发展 特别是在宴延礼仪方面 比如说什么元日称贺仪啊 圣洁称贺仪啊 曲宴延礼仪啊等等 宴延礼仪啊 当时就成为金国固定的国家宴延制度 此外呢 这一时期 金国的宴延礼仪呢 也非常完善 比如说对于元旦宴会的参宴人员的规格啊 所有的人员构成啊 该怎么行礼啊 该这个演出什么音乐啊 规定的非常详细 那么根据历史记载呢 大定六年正月上誉大安殿 受皇太子以下百官及外国使贺 赐宴文武武品以上 世作者有定源为常治 而且呢金世宗金章宗两代 是这个金国宫廷宴活动啊最多的时候 那么到了魏少王啊 一直这个少王死了之后 一直到金末 金国的宫廷宴就不行了 逐渐衰落 特别是在这个魏少王继位之后呢 金朝的政局啊 越来越动荡 内忧外患 特别是外部的蒙古政权不断壮大 逐渐吞噬金朝领土 与此同时呢 金国内部也是狗咬狗 这个皇位争夺啊 也特别激烈 明争暗斗 相互倾压 经济上呢 由于这个战争的展开 生产利益呢 遭受严重的破坏 由此呢 使得金朝啊 金国的宫廷宴演员啊 逐渐走向没落 好多计划中的大演会被迫取消了 从这个魏少王时期的 宴会总据这个数字来看 他当政的期间 这个所谓金国的国家国宴呢 只举办了五次 因此呢 无论是从那个举办次数 还是当时那规模来讲 从那个魏少王开始之后啊 金国的那种来象征国家的复数啊 团结啊 富强的这种国家宴会 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差 没一说中国史 告诉你一些不知道的事儿 下一集再见 清朝在末年呢 它的内部非常不太平 而且那些大城也都是各怀苦叹 清朝的未来之路何去何从呢 没一说中国史 说点你不知道的事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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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上城的地位呢 你看换来换去 而且那些大臣们也都是各怀鬼胎 老百姓呢 包括所有的从前那些女真的那样一个统治阶层 已经是完全汉化 失去了原先的那种凶汉 由此以来 金朝的未来之路何去何从呢 从本集开始呢 我们就要讲金朝是怎么样灭亡的 在细讲之前呢 大伙别忘了 这一季呢 我们在每一期的节目最后都有一个彩蛋环节 我们来一起八卦八卦 送聊金夏那些你们不知道的事 也欢迎朋友们呢 把这个你想知道的这个事情吧 或者这个知识点弄在弹幕之上 咱们一起解析 一起交流 讲述金朝的灭亡之前呢 下面一段呢 梅老师再给大家还来一段文学的描述 初夏时节 本来应该是北方大帝最宜爽的季节 微风活灭 阳光温暖而不灼人 天空往往蓝的 仍然有深处梦幻之感 忽然之间 汴京的开阳门忽然中开 没有平素森然的雨衣 没有金朝皇帝出行的呼喝倾道之声 但见一辆又一辆的巷路 隔路 金根车等等 鱼冠而出 这种礼仪用车 明然一看 就知道是金朝皇族的专用车名 各辆金国皇族车路都是散盖紧闭 全无往昔的庄严和威吓 不时呢 还有男男女女压抑不住的悲气声 从车中传出 车路的前后左右 站满了蒙古军队的战士 他们神情紧着而兴奋 特征鲜明的大脸 黑油油的发亮 手中的兵器不自觉的握得很紧 在金朝皇帝专用的十多辆大车过后 又有二十多辆新造的大厂风车 每辆车中都有数十人站在那里 从他们的穿戴上看 都是金朝的宗室男女 再往后就是一大群步行人 大多是士道如三教掌门人 衣冠补士工匠秀闷 这些人失魂落魄 身一脚潜一脚的被蒙古兵一路驱赶前行 所有这些人当中 包括金朝的太后王氏 皇后图丹氏 梁王完颜从克 金王完颜守纯 以及金朝皇帝内有位号的嫔妃美女 共有车三十七辆 宗室男女五百多人 三教工匠秀女无数 这些人的最终目的就是蒙古都城河林 当然 在出城的车辆当中 并非所有的这些人都有命活着到达河林 曾经挤进玉石呼风唤雨的金朝皇族 他的命运又是如何改写的呢 这一行人刚刚出城不久 蒙古负责围攻汴京的主帅宋财 就已经高高的聚坐在汴京城外 无礼的那清城高台之上 命令蒙古士兵从车辆中一一甄别出 梁王蜿蜒从克 金王蜿蜒手纯 等所有金朝宗室的皇族男子 典数验身之后 一身令下 这些大金王朝的男性金枝玉叶 如同宰杀积压一般 被蒙古军人在路边全部集体屠杀 一个不剩 而后呢 蒙古军队的各级将官 踩着遍地的鲜血 嗷嗷狂叫的 冲入已经下得没魂的 金国后妃美女所成的车辆当中 习惯成自然 他们把剩下的女人 作为攻城战胜的奖赏品 树然抓持一个光天化日之下 这些面无血色的美女们的命运 大家由想而知 蒙古军队的这些暴行 一直持续到转天早晨 经过几轮残虐的蹂躏 有幸留得性命的 这些金朝皇室妇女 还有那些秀女们重新被押入车中 全部送往河林 根据史书记载 再到金楚万壮 游甚于灰青之时 从公元128年到公元1233年 时光流逝 105年过去 仅仅一个世纪多一点 同样的地点 又同样的上演了悲惨的一幕 只不过呢 100多年前那悲剧主角北宋皇族 现在的悲剧主角 正是当年圣役者女真皇族的后代 而包围着这些女真皇族的 那些持刀林立的 圆脸兵将 正是来自并不特别遥远的大草原 什么人呢 蒙古战士 历史惊人的相似 曾几何时如毛银血 带飞人类的女真人 经过百余年的汉化文明化 终于成为有秩序 崇尚农家理念的 文明世界离分子 如今呢 当和这些女真先辈类似 更加野蛮化的草原部族 纵满而来之时 已经文明化的野蛮女真人 只能像比他们更野蛮的草原战士 俯首称农 那么经过这100多年来 来之不易的这样的文明 在铁鱼火的碰撞下呢 顿时就化成了碎片 那么经过王国的背后 他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呢 金朝的灭亡呢 主要是基于金宣宗的三大物 蒙古灭金朝的战争 大概时间呢 从金魏少王大安三年 就公元一二一年 到金埃宗天兴三年 就公元一一三四年 前后呢 仅仅经过了二十三年的时间 蒙古呢 这个从前金国的附庸 一路上刀砍斧舵 还就用二十三年的时间 把曾经这么不可一世的大金国 就送进了历史的深渊之中 蒙古驻部啊 一直散出在金国的西北方向 那么自唐末以来呢 殷山一带的那些蒙古驻部 就已经和中原王朝发生关系了 宋太祖宋太宗这两位英主在位期间呢 蒙古各部为打秋风 还经常派人啊 向宋朝啊 贡献些什么牛羊肉啊 草药啊 这些土特产 这些蒙古部族呢 又向契丹人称臣 而当时的辽国 虽然接纳这些草原部族的供奉 但对这些人是怀有深深的戒心的 特意在边境地带呢 设立了好多哨卡 金朝兴起之后 蒙古部族呢 自然又当了女真人的顺民 接受风角之余呢 他们常常向金国进贡马匹和牛羊肉 金朝和辽朝一样 对这些深其蒙古矮马 貌似公顺的 蒙古部族非常戒备 从来不让蒙古使者进入金国国境 因此在当时呢 金国的使者往往在塞外 接受蒙古部族的礼弊 然后呢 就把这边人打不走了 根本就不让他们进入金国国境 就像从前辽国对金国类似 金国对蒙古也一样 对这些部族是强争暴敛 然后还设立三部招讨司 一直以军事力量呢 控制蒙古这些部族 而金国这些蒙古部族呢 本性也是非常凶悍 即使在金国强盛的时候 也时不时的 揪击人马 侵入女真人的属地 大肆抢掠 然后呢 就带着一些财物 带着抢夺的一些人吧 老弱美女吧 然后跑回原地 金国在初建之时 金如珠就弯弯宗臂嘛 曾经率领八万精兵 进讨蒙古部族 打了几年也奈何不了对方 根本就把那帮人杀不尽 最后呢 金乌珠只好与这个蒙古部族议和 而且当时还把西平河以北 二十七个团战 就是军事堡垒了 全部割让给蒙古部族 每年呢 金国还以赏赐的名义 给这些蒙古部族 好多什么牛啊 羊啊 米啊 豆啊 丝制品等等嘛 当年的金乌珠 之所以这么趋尊辅救 也就是因为当时金国 正芒鱼和南宋和西夏 这两国开战 不想再在西北方呢 又招来一条大狼呢 觊觎自己 到了完颜亮当皇帝的时候呢 蒙古那些部族越来越强 这个时候已经成为金国的编幻了 时不时啊 率领人马对大金呢 就进行武装骚扰和袭击 到了金世宗时代呢 蒙古部族啊 已经发展成为金国边境的大患了 金国呢 每隔三年就要派出大量军队 在蒙古这些部族当中啊 主动进攻 攻杀日益强盛的蒙古各部落 当时呢 金国称之为简丁 什么叫简丁啊 就先把这个蒙古部落的男子 啊 杀掉一批再说 目的呢 就是想控制这些草原群狼啊 他们部族的数量 自然在当时的女真军人啊 都是捡软柿子捏 凡是遇到 不怎么强盛那些蒙古部族 肯定是大杀叮壮之后啊 把那些财物啊 和妇女同友啊 强了一番 然后把这些人当作牲口一样 迈到中原地区为奴 正因为如此 这蒙古部族和金国女真部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 这些蒙古人对金国是怨入骨髓 到金章宗时代呢 蒙古的塔塔尔部特别强大 女真大部队呢 就纠结主力 到金章宗时代呢 蒙古有一部特别强大 哪个部呢 塔塔尔部 女真大部队呢 就集结主力前去争搅 当时呢 另外一个蒙古部落 蒙古的起言部头人铁木真 他呢和塔塔尔部啊 这两个部呢 有杀父之仇 铁木真呢 就主动充当金国的前锋 配合金国的女真部队呢 灭掉了塔塔尔 蒙古部族 铁木真自己呢 就被金国还授予爵位了 授予官称了 叫什么呢 扎乌提库礼 这个应该是金国话 扎乌提库礼呢 应该是女真语 这个官称翻译成汉语呢 就类似昭武大将军 蒙古驻部节度使 就这个意思吧 而实际上呢 铁木真的祖先 安巴海涵 先前呢 也是被女真人杀死的 因此呢 这种深仇大恨呢 铁木真当时还不敢报 对女真人呢 也是低眉顺目 还装得特别好 每年他都亲自到金国边境 专门指定地点 向女真人呢 供奉礼品 即便在那个时候 看着铁木真 还特别迅顺 金朝官员依旧是不让他入境 就赏狗骨头一样 赐给他一些什么金银朝段啊 等等吧 然后就把他打子回去 由此一来呢 日积越来 这铁木真心中仇恨的怒火啊 是越来越高 金国那魏少王 蜿蜒永继继位之后呢 他还不知道先前那忠臣铁木真 现在已经是蒙古各部的成吉思汗了 还是派他使臣 金国使臣去蒙古的去宣兆 这个时候 一听金国现在的皇帝是魏少王 铁木真不仅不跪拜接兆 嘴里还弄骂道 我一直以为大金皇帝是天上人才做的 魏王如此歪瓜裂角的品相 他还能当皇帝 说完话呢 这哥们纵哪儿去 就把这个大金使节还晾在当地了 铁木真呢 从前他作为小小的蒙古部落的酋长 还真到过这个金国的首都 见过当时还当王爷的这个魏少王 蜿蜒永迹 但此时此地呢 面对金国的使者 他以这个魏少王怯懦和这个面相不好 这个为借口 拒不受赵 完全是借口 我们要知道 豺狼长大了 肯定是要吃狮子的 而当时金国的皇帝 也就是那魏少王蜿蜒永迹了 听到自己金国的使者回来之后 还说这个铁木真拒不受赵 非常恼重 他还想把铁木真这些人 诱骗到金国国境境内全部杀掉 结果呢消息泄露 没把这些人杀成 一年之后 那位成吉思汗就统帅蒙古驻部生力军 浩浩荡荡杀入金国 在公元121年夏天 也就是金国的大安三年 蒙古军队一路是夺城下寨 把辅州 宣德 居庸关 全部都攻克了 辅州就是今天的张北 宣德就是今天宣化 到公元1213年 蒙古大军 竟然在围困金朝中都城的同时 又腾出手来 分出三路军马 供取了河北 河东 山东 好多的军役 杀的当时金国女真部队 胆战心惊 惶惶不可终日 而在那个时候 金国那魏少王 也被他手下大臣胡沙虎给杀掉 金宣宗在位 面对当时蒙古军队 攻破九十多个军 杀戮数百万人民 这样的凶猛的劲头 这个金宣宗赶忙派出使节 向昔日附庸蒙古部族 开始启和 这个时候铁木针 还没见过多大的市面 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 已经让蒙古部族的大头目 他自己脑子都发晕了 就同意议和了 议和的时候 这承吉思汗肯定得敲诈勒索了 因此他当时就向金国索取什么呢 公主及护驾将军十人 细军百人 从公主同男女各五百人 彩袖衣三千件 载玉马三千匹 金银诸玉等慎重 这个时候对于大金朝来讲 什么人啊财啊物都有啊 金宣宗皇帝自然是异口答应 他还把先前被胡杀虎杀掉 那金国皇帝魏少王 蜿蜒永继的女儿齐国公主 连同其他 什么金炎也好啊 同男同女也好啊 所有的器物等等吧 包括马匹都送去 很快就和蒙古签订了合约 金国皇帝还派出丞相蜿蜒成徽 亲自出马 把这个蒙古大军送出军队关 这些蒙古草原不足的兵将 如今是兵精马壮满载而归 在当时的战争当中呢 蒙古军队在金国国境之内的行为特别残暴 根据史书记载 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近 金伯子女牛羊马处接席卷而去 乌鲁焚毁成国秋须矣 可见在出关之前呢 蒙古军队把在山东两河地区 所奴掠的金国数十万少壮男女都杀了 原因很简单 这些人暂时用不着 驱破他们功臣时填那壕钩或者当苦力了 因此呢再让他们活着 那就是浪费军粮了 于是呢还是把这些人杀掉比较少事 而当时的金国朝廷之中呢 先前杀掉魏少王万预纪的胡沙虎 又被大将戍虎高齐杀掉 去一贼出一贼 那戍虎高齐呢也不是什么好人 利欲薰薰 结胆因此 他和金宣宗君臣两个人也是各怀鬼胎 如今呢蒙古军队退走了 但是金国的河北山东许多地方呢 依旧处于蒙军的控制之下 这些野蛮部族呢随时随地会再次濒临城下 畏惧之余金宣宗就决定迁都 那他迁宫迁到哪呢 他就想率领他所有的这些六宫的嫔妃 包含着手下那大臣将相们的逃到南京 金国的南京呢就是北宋的东京汴梁 去那里赌灾而金宣宗的这个迁都的这个举动 就是他平生第一大悟 那么金宣宗君臣他们这次迁都之行顺利吗 后果又如何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你所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宋朝黑末发光彩 我们要知道汉代和宋代是我们中国 和制末史上的两个关键节点 在汉代之前呢 人们用这个末啊 主要是使用天然石末 就是人工制末啊挺少的 宋代之后科技制度越来越完善 那么全国各地书院林立 印刷技术又突飞猛进 由此呢制末业就越来越繁荣 我们古代制末啊 这个主要是造这个末烟嘛 大致分为油烟和松烟两大类 宋朝之前呢制末 主要是以松烟为原料 几十年上百年啊 那些古松松根松油特别多 所造出来的这个松烟啊 这个烟制特别细腻 没有杂质 而且你把这个大木头松木 烧了多少天之后呢 然后就进入烟棚 就收集冷凝而成的那个松烟 这种松烟制成的墨呢乌黑内敛 而且你无论是写书画画画 都能呈现出什么干湿浓淡枯 不同形态的那种墨色 美论美奂 但正是由于从汉代以来 特别宋代这么多年 经年冷月取这个古松烧烟 因此到了宋代 那古松松林啊 基本上是被砍伐殆尽 实际上对当时的自然资源 也是造成极大的破坏 宋朝那曹冠之 他那个末经当中就这样描述 自西东山之松 色泽肥腻 性质沉重 品为上上 言金不富有 金其所者才十余岁之松 不可比西山之大损 你想从前那些老松树 打松树基本全没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新的制墨原料 油烟就开始走进了当时大众的视野 油烟墨主要的颜料是什么 铜油 菜籽油 胡麻油 这些植物油 它们在燃烧之后 蒸发那些碳黑 含有纸类成分 所以说以这种油烟制造的墨呢 还更有光泽 比较适合于书画创作 无论是你书写书画 行书凯书啊 这笔画还挺流畅的 不过画山水啊 花鸟啊 墨色幽黑 鲜润还有光彩 宋代呢 不仅是工匠 还做这个墨 一些文人也做墨 这是一种风尚 比如苏寺 苏东坡 他就自己也做墨 而且还在上头 这个写下有提制 什么叫南海松梅啦 东坡法墨啦 还有自己的商标 秦少游啊 黄亭间 陆游 这些大人好 甚至宋徽宗皇帝本人 也都亲自制过墨 当然最高级呢 就是宋徽宗 他自己做的那个苏和游墨 那绝对 你现在有这么一块 估计得知己百万 没一说中国事 说这你不知道事 我们下次见 两看的蒙古军队越来越强 不想把金国的都城迁到汴境 金宣忠呢 既然如此草率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都 怂 没一说中国事 说点你不知道的事 我们上一集说 仰看着蒙古军队越来越强 非常胆怯的金宣忠啊 最想把金国的都城 从中都迁到汴境 听说金宣忠要迁都 金国的左丞相 图丹义 马上进监 轮雨一动 北路皆不首饮 金以蒙古讲和 鸡兵俱促 固守金师 侧之上路 南京四面寿兵 辽东根本之地 衣山覆海 齐显足世 被遇一面 以为后途 侧之次 我们要知道 一个国家迁都 那在古代 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金宣忠呢 既然如此草率 马上他就要迁都 原因是什么呢 自然就是一个字 怂 大臣图丹义 如此一说 这金宣忠会听吗 我们这一集会详细讲 别忘了 我们这一季啊 每一期节目 最后都有一个彩蛋环节 在彩蛋当中呢 梅老师会给你八卦八卦 你所不知道的 宋辽今夏小知识 欢迎朋友们 在弹幕里 向我提出问题 我会一一加以解答 金宣宗 被这个蒙古军队呢 吓掉迁都 而金国的左丞相 图丹义 显然是不赞成的 因此呢 他的理由也非常充分 思路非常清晰 我们由此呢 先来了解一下 金朝呢 一共有五个国都 分别呢 称之为上京 东京 西京 北京和中都 上京在惠宁府 那是湾压固达 去世的地方 在哪呢 在今天的黑龙江省 阿城 县城以南 那个地方 后来呢 湾亮当皇帝的时候 南迁嘛 上京就成一个 象征性的都城 主要是这个 和金朝祖先的祭祀相关 新世宗继位之后呢 他每年都要象征性的 到上京去一趟 在那里象征性的 处理一下正路 金国的东京呢 是辽阳 也就是今天的辽阳 辽朝的时候呢 称之为南京 金太宗天惠十年 把这个地方呢 改为金国的东京 而当时设置东京的目的呢 就在于管理高丽地区的事物 金朝西京 就是现在大同了 当时呢 称为大同府 辽国呢 也以大同为西京 金朝大定五年 金世宗呢 在那里还继续呢 迎建公室 修建金太宗庙 西京大同府的 营化呢 跟中都差不多 等于在四个 金国陪都当中呢 地位最重要 金朝的北京在哪呢 是在大定府 在现在的 内蒙古宁城县 辽国时期 这个大定府呢 是辽国的中京 还到了金朝呢 就改成金朝的北京了 这个地方 在金朝四个陪都当中呢 地位是最不重要的 那么中都呢 则是金朝的政治中心 中都原名是燕景 辽国时期呢 这个地位是辽国的南景 金朝那完颜亮 做皇帝的时候呢 因为燕是国名 不适合当做 京都的名号 所以就把燕京 更名为中都 中都呢 是金国五个都城当中 最靠南的 我们从中都 这个地名就可以想见 它和另外 金国都城的名字 是不一样的 它称为都 而不叫京 就终于证明什么呢 其他四个京 只是陪京 中都才是 经国正式的国都 胡丹义呢 当时劝金宣忠 不要迁都 金宣忠听了嘛 他当然不听了 他留下贫障正式 蜿蜒成辉 包括那左城 抹炎尽忠这些人 然后呢 让他们陪着太子 蜿蜒守中 游守中都 金宣忠本人呢 率领后宫 包括那满朝文武 仓皇逃往殿京 不久之后 人马已经修整完毕 那成吉思汗 铁木针 听说金宣忠南迁了 大怒 这个时候 他又找到 重新攻击京国借口了 他就认定 京国迁都啊 你等于是 违背我们两国 先前签订的盟约 于是呢 他立刻 重新点起蒙古大军 又向京国杀来 金宣忠这一行人呢 走到梁乡 松了一口气了 马上就下令 护从那个丢军呢 把先前发放给这些 那金甲经纪都给我送回来 这些丢军呢 身为怨恨 这些人谋意之后 忽然发难 把那中渝金朝的 丢军主将 素恩给杀了 然后呢 推力 折搭 等三个人为头目 大肆在当地 杀人抢物 然后呢 纵马逃走了 而当时在 金国中都的 完颜成辉 还听说这件事呢 马上率兵 在卢沟一带 阻击这些叛军 结果呢 金军却被这帮丢军 打得大败 得胜之后 这些叛军一路往北 竟然最终向蒙古军投降了 丢军是什么个军种呢 他当时在辽朝 就是辽朝的护卫精兵 我们知道辽朝有九个皇帝 这九个皇帝当政期间 他们都跟踪皇帝亲征 而且担当关键护卫的职责 辽国被金国灭亡之后呢 相当多的丢军就向北逃亡 有的人就随着那耶律大石建立西辽了 没跑掉 这个契丹丢军呢 就被金国人留用了 主要在边境地区 抵御蒙古部族的入侵 所以说呢 如果我们探究 这个金国丢军的族员 他们就是先前辽国边境一带 和这个契丹族员特别近的 这些草原部族 由这些人组成的 金国成立之后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李治安自己的马恩摩克 那些军马 逐渐堕落退化 丢军呢 就成为 金国全国战斗力最强的兵种之一 早在1204年 金国靖州一带那些丢军杂人 就有不少人呢 向蒙古投降 当时就受到成吉思汗的大力任用 自从从梁襄叛走的丢军 投降蒙古军队之后呢 中都守城的许多丢军 当时他们不堪的 抹言尽忠这些人的猜疑和杀戮 也发起兵骗 这些人冲出中都城之后呢 又和梁襄的叛军会合了 因为你想他们都是 好多人都讲契丹语嘛 很快这些人就成了蒙古军队中 最得力的英权 而且在中都日后的工程当中 担任主力了 也就成为 把他们金国老主子送入坟墓的第一部队 昔日呢 被女人征服的契丹族群后裔 还终于在百元年之后 有机会反葛一击 后来呢 随着蒙古战争的不断扩大 丢军呢 就被陆续散编到什么契丹的女人啊 包括汉军之中 那么作为集体编制的丢军 啊 逐渐就消失掉了 听说到蒙古军队啊 越来越强 金宣宗呢 大聚 他马上要招惰自己的太子 万人手中呢 回汴京来 哎 咱不要再中都了 躲开那儿 这个时候就有金国大臣建劝 就希望金宣宗呢 应该效仿啊 从前那唐明皇 把太子留在领武 然后呢 以弃天下之心 你就应该让太子啊 留在中都 金宣宗呢 犹豫 哎 这个时候全臣那束虎高群 又猛劝他 又窜托他 结果呢 金宣宗还是坚持 把他太子给召回了 金国的太子一走 中都的金国军民 就更加离居了 公元1214年秋天 蒙古大将穆华黎 率领蒙古军队呢 向金国的北京 惠宁府发动进攻 当时金国在北京呢 有20万守军 但不久呢 金国的主将尹青 被他部下杀掉了 接应的主将是谁呢 叫尹达胡的 这个人连向的仗都没打过一场 很快就开城投降了 毕竟金军呢 在这个北京 抵抗过蒙古军队 依据当时蒙古那个屠城惯例 即使你投降了 也要把这20万军人 和城内人民全部杀死 当时呢 穆华黎手下 有一个蒙古将领 叫萧野仙呢 就劝他 北京为辽西重镇 如果他们投降了 现在还要把他们全部杀掉 以后金国哪里还有人 敢于投降呢 蒙古元帅穆华黎 当天心情还不错 因此呢 就没有宣布大屠杀令 我们从萧野仙这个名字 就可以看出 这个人呢 肯定是一个投赴蒙古的 汉化契丹人 蒙古军队这次没有屠城 哎 这招还特灵 示范效果还特强 不久之后呢 金国的金顺 成州 玉州 通州等地吧 相继向蒙古投降 没过多久 在公元1215年3月 金国的中都 就被攻陷了 这个时候呢 金国的皇帝和太子 早就跑了 那留守在中都的 那些大臣 那些首相 他们又会怎么做呢 金都城城破之前呢 金国这个大臣 弯言成规 和那抹言尽忠就见面 然后劝这个抹言尽忠啊 就说啊 咱们俩一起死 咱们共死设计 抹言尽忠这个人呢 虽然说是近史出身 熟读儒家经典 但在关键时刻呢 哎 露出了他怯懦之辈的本色 他当时就和这抹言成辉说了 不行 我现在不能死 抹言成辉当时大怒 但也无可奈何啊 于是他就自己返回家中 养药自杀 寻国了 这个时候呢 留在中都 没来得及撤走的 那经国前朝的嫔妃啊 还有好几百人 听说守成主帅 抹言尽忠要弃成逃跑 他们连哭都来不及 打猫收拾简单的行装 就在通悬门那集结 都想和这抹言尽忠一起逃走 看着这些吓得面无人色的 哆哆嗦嗦的 老美女小美女们吧 抹言尽忠呢 这位守中国有大军的守成主帅 就骗他们 诸位娘娘 我领军先出 为你们开路 你们随后再行 这些妃子们还真信了 都傻不拉几的 站在寒风当中 等着抹言尽忠呢 给他们发出出发的号令 抹言尽忠呢 当时他就带着他自己的爱妾 还有一些亲信将领 先出城 然后脚底抹油 逃个没人 蒙古城呢 很快就攻入中都 杀死利民无数 然后呢 他们焚毁公事 那大火啊 烧了一个多月的雾面 至于那些 没有来得及逃跑的 嫔妃公民们 我们想中的 肯定想见到 自然会重复 那个时代的悲惨命运 花容月貌 一袭凋零 金朝这大将的 抹言尽忠 还跑到中山 他还传了口气 然后他就对身边的 随从亲信就说了 如果那些妃子们 和他们一起逃 蒙古军队 肯定对他们穷追不舍 我们哪里有命逃得出呢 抹言尽忠 这样一个败类 安全抵达汴京之后呢 金仙忠 竟然对他视而不问 还是依旧让他担任 篇章事 这样原有的官职 几年之后呢 抹言尽忠和树虎高齐 两个人争权 遭受排挤了 郁闷之余 他和他的几个哥哥 就想重演 先前胡杀虎 杀魏少王 白安影记 那样的一个事件 结果呢 还没来得以下手 被人告发了 金仙忠这个时候 他下诏 把他这一家人 全部诛杀 后来金仙忠临死 回忆起 这国事败坏的缘由 就曾经无限感慨的讲 坏天下者 高齐 炭多也 高齐是谁呢 就指树虎高齐 炭多呢 就是指抹言尽忠 因为抹言尽忠的女真名呢 就是抹言炭多 炭是个会议字 从记 从始 原意是什么呢 半包边的猪嘴 所以这抹言尽忠呢 不仅是猪嘴 就是一猪头 我们想从前 弯弯亮的迁都 那是为了谋求 更好的发展 但金仙宗迁都 说直接一点 就是逃 不仅当时搞的 金国内部人心惶惶 而且呢 军队也乱了 叛逃的叛逃 捣戈的捣戈 可以说金国 这个时候 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那么金国 还会有转机吗 我们在这一集讲 金仙宗的第一大物 就是迁都汴京 那么他的第二大物 是什么呢 就是进攻南宋 这要是怎么回事呢 南宋宁宗 加定七年 就公元一二一四年 成吉思汗派来使者 然后呢 由淮水进入南宋 送来文书 包括那个 捐化的地图等物 当地的宋朝官员 就马上把这三个人 给寄留下来了 然后秘密上报朝廷 南宋朝廷 当时也不想惹起事端 因为他们对这些蒙古部族 处于那种 完全不了解的状态 只知道蒙古军队 和金国交战正撼 于是呢 为了保持中立 宋朝的豪州官员 就没有接收 蒙古这次试探性派来的使者 包括他们的文书 而且呢 还把这几个蒙古的使者 驱逐出境 与此同时呢 为了避免 金国人找借口声势 宋廷呢 还下诏 借告那些边地的将领 以后 但凡有类似蒙古使人到来 一概驱逐 绝对不和他们交往 南宋政府表面 虽然做出这个样子 但私下的 已经查询到 金国这支非常虚弱了 因此呢 就以战乱组阁为名 有两年时间 都没有及时向新朝缴纳 该给他们的碎壁了 金宣军金臣呢 在这被蒙古军队打得焦头烂额 自然特别在乎南宋了 应该缴纳给 他们国家的大量的淫谋 我们要知道 打仗就是拼消耗 眼下最缺的 就是经济来源 就是钱啊 于是呢 金国连续几次派出特使 进入南宋 就催讨碎壁 这个时候呢 南宋国内大臣分为两派 一派呢 就是以珍德秀为首的多数派 一派呢 就是以乔兴俭为首的少数派 那么他们两派的观点是什么呢 珍德秀这个人啊 曾经啊 作为使节进入过金国 当时呢 是金宣宗登基 南宋前去这个庆贺 走到半道呢 正好赶上蒙古大军 攻打金国 所以珍德秀 不得不半徒啊 还得折路而返了 毕竟他去过金国 深知金国当时处于 分崩离析的这样的边缘 因此呢 向朝廷献上三侧 上侧 趁金人疲弱之时 出兵灭金 报仇雪恨 中侧呢 就是停止向金国输送碎壁 保证南宋的内部安全 下侧呢 就是继续和金国保持友好关系 帮助对方渡过难关 至于少数派大臣 乔兴简 他们的计策是什么呢 他就是以存放齿寒为誉 认为呢 现在应该 把这碎壁给金国 保证金国的存在 这样就可以呢 使得金国成为宋朝和蒙古之间的 缓冲和平地 使得西我之仇 变为呢 金武之壁 从当时形势看 蒙古军队已经把米珍军队 打得里已经首都南迁了 战斗力肯定非常强的 那么南宋呢 从前连金国都打过 又怎么可能在后面 面对一个比金国更强的对手呢 由此可见啊 乔兴简的声音虽然微弱 虽然他属于爽数派 但绝对是明智之群 而当时在南宋呢 愤清愤中 到处都是 因此呢 乔兴简他的建议呢 就被认为是卖国的行径 宋宁宗经过一番折衷 就采纳了真德秀提出的中策 也就是停止向金国人啊 输贡碎壁 当然了 为了试探金国的态度 宋宁宗呢 还先派出赫生辰使到金国 希望金国同意减少碎壁的数量 金宣宗呢 这个时候已经自顾不暇了 他竟然还特别坚持原则 绝对不答应 一个捡数捡钱 绝对不行 宋国使者回朝之后呢 宋朝上下都非常暖怒 因此呢 就以这运河 已经干涸了 没法用船运输这些东西为名 就断绝地向金国输送碎壁 其实当时南宋的 这样的举动 还是属于义气应吃 如果他们真有远见的话 宋朝的朝廷呢 大可和这个金国虚伪 口中应成 好我给你送碎壁 实际上呢就是不改 战一来呢 金人也找不出呢 和南宋生战的借口 同时呢 南宋又可以做官 女生和蒙古 这二虎相争 任其自强缠杀 由此可见 金国金宣宗呢 是又怂又蠢 南边的宋宁宗呢 也好不到哪里去 金宣宗这个时候得知 南宋停止对自己供碎壁 非常非常愤恨 他手下全臣 恕虎高齐呢 关键时刻 天欧加醋 劝金宣宗 要以宋人不纳臂为借口 咱们对他们发动进攻 这样的话呢 我们北边损失 南边补 就可以在南方啊 拓广疆土 经过内部商议呢 金国当时的不少将领 也认为我们金军实力啊 比蒙古军队确实不足 但打宋军绰绰绰有余 金宣宗呢 是一庸主 耳朵根子又软 嫁不住文臣武将 还连番劝说 就在公元一一二七年 也就是南宋家定十年 金朝的兴定元年 这一年夏天呢 首先发动侵宋战争 但宋朝这次对于金国入侵 倒没什么感到意外和惊慌 宁宗皇帝马上下诏 表明断绝两国友好关系 双方正式开达 还别说 在战争一开始 那金国军队啊 仗着从前对宋军 逢战多胜这种心理惯性 仗还打得特别英语 运气还不错 信阳之战 金朝统帅 完颜赛部 开战取杰 一路上连克光山 罗山 兴州 数个城池 斩杀宋军近两万人 同时呢 金军数到并出 凡城 早阳 光号军 大长官 以及西河 接州 成州 这些地方 都对宋军展开猛烈进攻 接连克截 那么在连战连结之下 金国能够从南宋 占取更多的便宜吗 能够供取更多的城市吗 我们下集接着说 你所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当官的入九四 要丢官 破阳修啊 写过一本书 叫《归田路》 其中记载了 这样的一个故事 宋朝 宋真宗的时候呢 有一次大臣鲁宗道 他老家来客人 他自己家里呢 久居不齐备 于是呢 就换了便装 躲躲闪闪的 领着客人呢 就去开封的九四里去吃饭 忽然之间 皇帝宋真宗 就召见他 当这个大臣鲁宗道 匆匆忙忙赶到宫里 宋真宗就直接质问他 何故思路九四 你看 鲁宗道还是宋真宗 当太子的时候老师 你看这时候皇帝 对他也挺生气的 鲁宗道 知道没法隐瞒啊 把上台摆了原因 当时呢 他觉得挺疑惑的 你看我都换了衣服了 换了平民的衣服 大街上 应该没人认出我自己啊 当时宋真宗就说 轻为官臣 孔为御史所谈 那意思是说什么 你即使化了妆 也有人会把你的事给揭出来 尤其是那些御史 由此呢 我们现代的人就会觉得 你看下个馆子吃个饭 还会被这个御史这个弹劾 小题大做吗 还真没有 御史啊 宋朝当时的御史 确确实实是按规定办事 这条规矩啊 是写在宋朝的法律里的 就官员不得入酒肆 就是指呢 作为在朝官员 你是不能进入酒店 打吃打喝的 就算是你自己掏腰包 也不行 因此呢 你前脚才踏进酒肆 后脚肯定就要弹劾 轻者呢 受到处分 严重呢 还会被罢官 由此呢 就能在一定程度上 规范官员的行为 约束他们这种权力的泛滥 没一说中国史 说点你不知道的事 我们下次见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 打不过蒙古军队 金轩踪迹了 开始新兵 眼看金国 落小无助 会有人愿意 对他们伸出援手吗 没一说中国史 说点你不知道的事 我们上一集说到 打不过蒙古军队 南宋呢 现在又不给自己交碎壁了 金轩踪迹了 在他的手下的权臣 束虎高旗穿斗之下呢 开始新兵 攻打南宋 刚开始的时候 还别说 金国军队啊 他确实凭着 他个人技术 包括先天那种心理优势 取得了不少胜利 没过多久呢 战争形势 就开始对金军不利了 许多诚实呢 得耳赋失 又被南宋收复了 宋军从各处开始 进行的激烈的反攻 眼见这个战争过程啊 远远不如原先预想的 这么顺利 金国的统治集团内部呢 哎 又纷纷冒出了 要和南宋讲和的声音 当时的金国呢 在蒙古大军的挤压之下 势力穷促 他真正统治地区啊 也就局限于河南一地 而西北的下国呢 因为金章中的时候呢 蒙古发下 金国建威不救 也开始的与蒙古军联手了 不断的在边境地区呢 对金国发起进攻 同时呢 山东地区 由汉人武装势力 组成的洪敖军 势力越来越大 四处开花 除此以外 在金国原先统治比较稳固 辽东地区 你看 又契丹人 耶瑞刘歌 还有什么普仙万奴 啊 纷纷起 因此当时的金国是烽火燎原 烟沉遍地 四面受敌 如此情势之下的金宣宗 他又能怎么做呢 眼看金国 弱小无助 会有人愿意对他们伸出援手吗 我们这一集会详细说 别忘了啊 大伙这一季 我们每一集 最后都有一个彩蛋环节 大伙多发弹幕 然后美老师呢 在每一集之后彩蛋呢 回馈给大家 金宣宗时期呢 本来啊 打南宋是想开疆拓土的 北边损失呢 南边补 结果呢 哎 南宋还挺强 这个时候呢 金国就要想以战逼合了 公元一二一八年年底 在对宋国的战争中 取得小小优势的情况下呢 金宣宗又主动向南宋呢 伸出橄榄枝来了 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呢 这次南宋政府啊 他们的抵抗态度非常坚决 连金国的使者都不让入境 恼羞成怒之下呢 不顾自己国内的重政太原 刚刚被蒙古人攻陷账的这种情况 金国在公元一二一九年 在年春田冰空三路 向南宋呢 发动新一轮的军事进行 西齐陕西 东至江淮 金军呢 当时是凭借于勇吧 呐喊着冲杀过来 东路方面呢 金军打着算不错 接连攻下豪州啊 楚州啊 星州啊 麻城六合等地 而且当时金兵的这个尖刀部队啊 已经杀至彩石阳林渡一代 也就是今天安徽当土的附近 金军取得胜利之后呢 宋庭大空 哎 关键时刻 原来属于军国国民的李全 率领汉人红敖军呢 挟刺里杀出 四处击杀金军 本来战线就长 金军没有料到会有李全来插这么一脚 大荒之计赶忙收缩战线 结果呢 金军的主力啊 这个核实烈牙五塔 率领那金军啊 在画胡皮 被李全打得大半 画胡皮在哪 在今天安徽还原以北那个地方 金军被迫撤退的时候 又遭到追击 损失惨重 西路方面呢 金军也是先胜后半 他们在扬州 被宋将张威截击 扬州在哪 在今天陕西扬县 被杀数千人 最后呢 这一路狼狈北逃 中路方面呢 金军大将 蜿蜒而渴 率领数万金军的 本来围攻早阳 大战两个多月 都被守城的宋将孟宗正击退 趁金军在城下 施老兵皮之宜 宋将赵芳 又派出胜利军 忽然从此航城外 向金军发起攻击 首相孟宗正呢 又开城出击 宋军夹击之下 金军当时啊 就被杀三万多人 那主帅呢 歪言而渴 单近逃走 此战过后 南宋上下 一扫从前对金军那种 未战怯战心理 双方撕破脸了 这个时候你攻我杀 你退我攻 宋军和平 完全成了过去事 再也没有和平可扬 对于金国来讲呢 偷鸡不成十八米 本来他想 滴内损失地外补 其料想呢 几战下来 损兵折将不说 又多出南宋这个 一个真正的仇敌了 而且南宋 因为北宋那个事啊 就一直对金国 还有不共戴天之仇 如今呢 是完全撕破脸 那么我们先前那几集呢 就讲金宣宗 千都汴京 包括进攻南宋 这两大失误 那不说他有三大失误吗 那第三大失误是什么呢 就是封建九宫 也就是说啊 把金国统治下的汉帝 九个军阀分为公爵 使得这几个人呢 能够割据一方 我们要知道 金国啊 自从他从中都南迁 到汴京之后呢 河北一带 就陷入了连年战争的境地 当地的汉人呢 愤愤结社 祖君自保 各则祖人 这些汉人呢 身处乱世 他不仅想活命 也想呢 趁机割据一方 从蒙古方面来讲呢 他们近期最大收获 在于收降了 史秉植 史天尼父子 和张游 这些汉人武装 南宋方面呢 暂时也把那李全的红老军 收纳为官军 金国朝廷的思前想后 知道自己对于河北山东等地 反正再也不能进行实际意义上的直接统治了 就想顺手做人情 选出九个在当地势力最大的地方武装头目 把他们全部封为公爵 这九个人是谁呢 他们分别是沧海公王福 河坚公宜拉仲家农 恒山公武仙 高阳公张福 易水公靖安民 晋阳公郭文镇 平阳公顾天作 上党公张开 还有东阳公燕宁 金朝封建九宫的大背景呢 就是金国当时的情况 内忧外患 四面楚歌 国事太危急了 金朝兴定三年 就公元一二一九年的金仙宗 眼看太原都守不住了 河北周县也不能自立 因此就召集百官商议 怎么对待眼前的危局啊 当时呢 汉林学士承旨 突丹稿啊 这些人就分析说 治兵有三 一约战 二约和 三约守 金御战 则兵力不足 御和 则比不肯从 唯有守而 和硕周郡既惭悔 不可一概守之 一起愿救迁徙者 屯于河南陕西 其不愿者 许其自推其掌 宝具贤足 也就是说呢 当时这些大臣突丹稿 动人吧 就认为 大金国呢 如今 你主动出击 肯定打不过蒙古 那就只能固守城池了 至于河北一带呢 已经被蒙古军队 打得落花流水了 那些不愿迁徙的汉民呢 就可以让他们 各自推选头目 自保一方 在当时 金国朝廷的兵马前梁啊 非常有限了 南宋呢 又不送碎壁了 再和蒙古打 是打不起这消耗战 于是呢 刑部侍郎 叫奥腿胡萨和的 这些人也建议 河北对于河南地 属于存亡齿寒 那么浦州 亥州呢 对于陕西 也有关键作用 如果把当地人民呢 都牵走 那肯定是自撤 翻离和防御 所以说呢 我们就应该宣令驻郡 选几个才干高啊 大众所退赴这些人出来 只要这些人 能够主动去河南 或者近安 河中地区 各地的险碍 那些地方为国出力 对这些人呢 我们量给衣食 授以矿土 让他们尽力更加 然后呢 我们再以乔治官职 来安抚这些人 然后从这些百姓当中呢 选起强壮人 交以战斗之法 肯定呢 他们能够为国尽忠 对于这种建议呢 当时以兵部尚书 乌林达等21个大臣为首的 也都表示同意 他们怎么说呢 河朔驻州 应该就从当地汉人啊 选择那些藏经 给我们大金当过官 又有才能的人 让他们亲民掌兵 但凡遇到蒙古兵马来攻 让他们呢 去守卫显官去打仗 平时没事的时候呢 这些人呢 就可以率当地百姓啊 耕种备战 结果呢 金国那个宣威石 伊拉光祖那些人 也表示同意 也都附和 说什么呢 看如今太原之势 虽然我们暂时丢掉 这个城市 很快呢 应该就会恢复啊 得到这个城市的 所以还是要招募 当地有威望的汉人 受以他们坐镇一方的威权 如果呢 这些人能够率领当地百姓 克服一方净土 就马上应该以他 克服一方净土啊 总管之职受给他 如果呢 他们能捍卫周郡 就以周郡长官的职务啊 受给他们这些人 由此呢 这些人必能各保一方 使百姓呢 安居赋益 也就是说呢 当时绝大部分 金朝大臣都意识到 金朝的军事力量 现在就不断衰竭了 北方那些土豪呢 和金朝的汉人移民 愤愤解保建战 自立名号 他们肯定会守土抗盟 如今呢 金朝兵力 根本就战力不足 既无力抵抗 蒙古军队入侵 又不能驾驭 这些地方武装 因此就共同想出了 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 这样一个方法 就是仿效东汉末年的周末 还有唐朝中期的藩镇 对这些人呢 风以爵位 家以记迷 让他们成为金国的藩礼 成为金朝汴京 和蒙古部队之间 那种隔地带 因此金国的君臣 就天真地认为 这些金国先前的汉族地方 好想武装呢 为了保卫他们自家故土 肯定会劫心尽力 如此一来呢 金国的朝廷 既可以不用废兵 废钱养这些兵马 还可以增强地方上 抵抗蒙古军队这种军事实力 金兴功当时呢 也是沉沿久之 本意未决 这个时候呢 金国的遇史终成 万人搏家又尽燃了 宋人以虚名 笼络了红老军头领李全 等于就把山东十地 收归己有 如果当地有人能够 为我们大金 统众守土 即使授予他们三公的爵位 我们又有什么舍不得的呢 听这位大臣一说 金宣宗呢 就最终下定决心 对河北的汉人土豪啊 和那些地主陶木 进行笼络政策了 由此呢 他也把恢复 金国河北领土的希望呢 全部寄托在这些地方武装身上 金宣宗兴定四年 也就公元1220年2月 金宣宗就下诏 分封九宁当地豪强为公爵 并称九公 这九位公爵呢 可以总率他本路兵马 他还可以自己呢 属治官吏 征脸赴税 但凡赏罚号令啊 他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自己来做主决定 于是呢 就封苍州经略使王福为沧海公 河坚招夫使呢 宜拉仲家奴为河坚公 真定经略使武先为恒山公 中都东路经略使张府为高阳公 中都西路经略使靖安民为溢水公 封当时的辽州寺使 行元帅府市郭文镇为晋阳公 朝一节度使万言开为上党公 平言招夫使胡天作为平阳公 山东安府府使雁宁为东举公 由此一来呢 金国等于就在河北地区啊 形成一道半圆形的弧形地区 成为蒙古和金国之间那种隔离带 河北这汉人九宫呢 他们等于就自动成为本路的兵马统帅了 他们可以自属官职 自立赏罚号令 而且收复临近周线之后呢 他们还可以自行管辖 金宣忠的这一举措呢 就使得金墨地方割据局面正式形成了 我们仔细推想一下 金国当时这种分封诸侯一般那种九宫封建 恰恰暴露当时金国统治的虚弱 怎且不说这九宫之间 这些九个人两有不齐各怀鬼胎 即使当中他们真有人啊 最终能抵抗蒙古成了气候了 金国也不一定了再能控制这些人了 到后来呢 这九宫当中真正能起到抗蒙作用的 只有伊拉仲家奴 什么靖安民国文镇张开燕民 就这几个人 虽然人数有五个之多 但他们的作用实际上是微乎其微 那么先前 用金宣忠继位的权臣束虎高齐呢 一直是继贤独能 滥权营丝 咬乱刚迹 残害忠良 但是他一级占据相位 一直到兴定三年 就公元一二一九年 金宣忠临死前两年 才早借口把他给诛杀了 但这个时候金国的政局呢 绝对是江河日下 再也不能挽回了 而这个束虎高齐 对金国最大的伤害在于什么呢 就是在于他穿的金宣忠和南宋开战 从此呢 就给金国更添了一个仇敌了 加速了金国的灭亡 金国的汉人文士刘启 在金国灭亡之后呢 他也对金宣忠南迁汴京之后的政局啊 有过详尽细致的描述和分析 他这样写道 金宣忠喜刑法 正上威严 故难度之在位者 多苛刻好杀之人 在金宣忠时期 出了好多酷吏 用金国大臣图斯中 有麻锥相公的这样的外号 为什么呢 他就好以那麻锥杀人 把人活活捅杀 有个叫雷西岩的 在蔡州 一次就杀当地土豪五百人 随时他有雷半千之称 就一次就杀半千 另外一个大臣呢 李特利更爱杀人立威 外号叫半截剑 就是他每次杀人啊 都把那剑子砍残了 变成半截了 还有个叫冯碧的 外号叫马溜子 为什么叫马溜子 就是这个人啊 特爱用车裂的行法杀人 凡此种种吧 不一而足 同时呢 军宣忠这个人呢 在宫内还宠信宦官外戚 特别是他最宠爱的三个妃子 都是出身低贱的女人 当时就有头金王 过道士 白酒庞之称 姓王的姓史的 姓庞的三个美人 你从这个外号来讲 就知道这三个人出身 都非常低贱 而这三个美人 他们身后那些熊棒子 出身的外戚家族 扩起来之后奢侈由甚 全世熏天 天天就脉官一绝 而跟随金宣宗 南渡汴京的 这些大臣班子当中 个个都是庸庸碌碌 根据史书记载啊 为宰之者往往无恢复之谋 上下通风 只以苟安目前为乐 凡有人言当改革 则以声势意之 每北兵压境 则君臣相对弃下 或殿上发探虚 以而敌退解言 则张巨慧隐皇歌忠矣 为相予一时势 至其微处 则罢散约四在意 以而复然 殷寻苟且 静至王国 上面对金国大臣 这些描绘啊 如果我们不看钱浩文 还以为是描写 南宋末年 或者明朝末年 汉人朝廷的 更更可笑的是呢 这些金国的宰之大臣 美林大士 往往是不置可否 一言还语 互相推让 还自称这是什么 这是养相体 就是当宰相 就得有这种大度 就得有这种风度 这些人如此昏切荒唐 就真让人不敢相信 金国朝堂上这些雍龙华贵的养相体的大人物们 他们的祖先竟然是百余年前那些金阁铁马的拟针满足 至于金宣宗身边那些太监那些近士呢 更是禅遇成风 唯当要四方灾民或者兵败的消息传来 奏折堆积在那里 这些人大多就把奏章都压下不报 还相互劝慰道 不必报之皇上 以免陛下心烦 结果呢 茫茫来日愁如海 发昏 毕竟当不了死 千都汴京 南宋开达 封建九宫 金宣宗除了上述三大失误之外呢 我们下一集 再谈一谈金宣宗时期啊 金国和西夏的关系 还包括西夏他本身的情况 你所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宋朝书铺不卖书 说到宋朝的书铺 一看这两个字 这个顾名思义 我们大伙马上就想到 这就是用来这个买卖书籍的地方 就书店 但如果在宋朝的这个史记 笔记当中看到书铺 你认为是书店 你这理解肯定就错了 传统意义上的书店呢 在宋朝被称之为书四 就是销售书籍的 宋代以前呢 这种书四就有了 而在宋代出现的这种书铺 你如果看见他挂着牌子 写着书铺两个字 和卖书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这里的书啊 应该是动词书写的意思 那这种书铺它到底干什么的呢 宋朝的书铺啊 是一种处理公文和公正事务的民办机构 那么开设书铺呢 不是一般人开的 你必须通过官府审核 登记入册 成立条件也非常严苛 因为为什么呢 这书铺从事的事务 多和司法相关 就类似于现在的公正处 而且呢 还是比较权威的打假机构 在宋朝呢 全国范围内都有书铺 就专门处理当地地区的事务 从周到线 所有的这些书铺呢 都是由重要的官员来把关的 具体说来呢 宋朝书铺作为明显的智能是什么 就代写诉状 见证服务 文书检验 代为起草买卖合同 相关这种法律事务吧 比如说为那些举子 办理相应的 这个参考那种手续 为民间婚取 填宅买卖 案件当事人供辞 等等吧 作证 我们就以那些举子 那些考生 应考验证的手续为例吧 因为古代科举考生 伪造履历 冒名英式 现象也挺严重 于是呢 宋朝政府就要求 应式的考生 必须带上 能够证明他自身履历的 这种打案材料 包括考生的年龄 籍贯 家壮 这些文书 包括保管的文书 市值等等 这些材料 必须经过当地的书铺 来加以验证 然后再盖上印章 才有效 同时呢 宋朝民间田斩买卖 这些交易特活跃 那么伪造契约 盗卖田地的情况呢 还挺多的 书铺呢 就可以鉴定契约的真伪 由此就可见 这书铺在宋朝社会生活当中特别重要 实际上也是公正制度的雏形 对于我们后来公正机关的建立 和公正制度的完善呢 实际上起到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没说中国史 说到你不知道的事 我们下次见